比如说,刹然一射,快如闪电,电视火光一般,然后继续连入,宛如电面,然后一夜卷起,这八天在说什么呢,我多数读完了,我都不知道他形容个啥,好像是说他这个箱子里面刹出一个宝剑,一闪了过吧,斩妖宝剑了,反正出剑收剑就那么快,完了之后这个一夜才幻寒才醒来,然后这个姓伊安呢,他就捧起自己这个箱子,拿了看了一下,从里面取出一个东西, 也看不清哪是啥,就看他对着个月光呢,在那闻呢,就这么闻啊,定睛一瞧,说那个东西,白光晶莹,长壳二寸,净九叶许,什么东西啊,不是宝剑吧,宝剑,你要说长二尺还差不多啊,长二寸也就是六七厘米长啊,就这么点,而且他说净就像韭菜叶子似的,净它就是宽的意思啊,那不韭菜呢,滚尿台子能有多宽啊,那看起来这个姓伊安是哪, 拿手捏着这个东西啊,肯定不是宝剑啊,但应该是个法器,什么法器这么点啊,反正眼不瞧这个姓伊安呢,就给他拾拾拾拾拾又给收回那个箱子,完蛋,刚想起来,说这个姓宁呢,他不能看,不能看,他偷偷在那看了,这前面不是有这么一句,宁,尾睡也掺指吗,就是在那装睡觉呢,这个姓伊安呢,看他睡着了,他拿出来看了,谁知道他是没睡着的,所以他看到了在箱子里面东西了,完蛋,前面不是焦点,不能看,不能看, 行吗,咱再说这个姓伊安呢,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玩意儿收回箱子里面之后,就在那自言自语啊,就是何无老妹之耳大胆,智慧气的就是谁这么大胆,竟然把我这箱子弄坏了,说完,哎,倒头又睡了,心可真大,这个宁采臣,大气,就是很惊奇,就问啊,您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姓伊安呢不就说了吗,哎,你既然看到了,那我就别隐瞒了, 我就跟你直接说吧,我,剑客,若非石灵啊,妖当利弊啊,就是刚才那一出啊,就是我这个宝法器,我这个,那是剑吗,他也没提剑啊,反正就是这个法器,去斩妖的,自动巡航,锁定目标,还带着锁头挂,对妖灵来讲是一个必杀器,只不过刚才被那个石灵给挡着了,不然这个妖必死,这个石灵啊,我怎么解释呢,就以前窗户,就相当于咱现在窗户要装一层防盗网一样,那咱现在是铁的,那时候是铁的, 是石头的,只不过他那个窗户用石头弃了很多画纹,什么万字符了,什么招藤禁宝了,什么法郎图之类的,都是一个一个空眼嘛,他这个剑没发出去,给挡着了,让这个石灵,哎,所以这个现眼说,让这个石灵给挡着了,虽然这个妖没有杀掉,但是伤到他,这边不就问了吗,你说那个法器到底是啥,对呀,这我也想问,他说是剑,是剑啊,你看上面不说吗,约,剑也,问题是这么小的剑,这个咱可以理解,咱现在子弹也不大,就是,他说我这个, 这个剑吧,刚才我闻了一下,有妖气,来来来,给你看看,这个姓宁的接过来看,盈盈然一小剑也,的确是个小剑啊,前面都说了吗,二寸吗,一个手掌那么大,都不算手指啊,他平时经常赶集会经常见到,卖那种辟邪的桃木剑,做吊坠用的,也就这么大,所以这个宁采神一看,哦哦哦哦厉害厉害厉害,你果然是牛人啊,看起来这个小剑给他说着,找这个姓耶呢,这也没错,这躲过一劫吧,之前外面那个要领,估计就是要来拿这个宁采神的命啊, 小哥不想碰着钉子了,这个事儿呢,现在是唠了听,咱再说第二天,这一看这个窗户外边有血迹,果然伤了这个腰了,腰它流血嘛,按照咱鬼神人民俗闪定啊,这些妖灵都属于六脉的半养生品,这些鬼啊,一辈子就是一个目的,收集人的血肉,填补自己的物质形态嘛,所以被斩上了,肯定也会出血啊,然后就是随处四北,见荒分累累,国有白羊,不炒起的烟,还真找到那个小倩她的尸骨埋葬地了, 戴婴谋计就,去装欲归,啊,就是这个宁采神,按照答应小倩的,把她的尸骨,全部都收拾好了,然后也埋好了,然后就回去了,所以她这个有去的去装,不应该叫去装,应该叫醋装,而这个姓燕子呢,给她设阻仗,阻仗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两个人很有情意,在分别之前,把她的一个破皮囊送给这个宁采神呢,还说呢,这个是我的剑袋,你好好收拾啊,这个可以辟邪的,然后宁采神,要不你收我为徒吧,然后这边说,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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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信义刚正可以为此,然均由富贵中人,非此道中一样,宁奈脱有妹葬死,发女女古连衣,请令周而归, 没太看懂啊,各位,我没看懂是什么叫君信义刚正可以为此,然后又说你是富贵中人,不是道中人,可以为什么此,就是到此为止就行了,你不要想学道士了之类的,是个意思吗,咱也那么理解吧,总之到最后这个宁采神啊,找到这个小倩的尸骨,收拾收拾就上路了,应该是回家了吧,他不是说了吗,宁摘林野,就回到家,他自己的摘房,他这就是书房啊,面临矿营,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地儿给埋了,哎呀,把小倩, 看着尸骨抱回家,埋在自己书房门口啊,这他妈不逮着了,这还不得天天夜夜声歌啊,这本说嘛,宁采神还给他烧了一篇记文,说是, 连亲孤魂藏进窝居啊,歌哭相闻,折不见灵雄鬼,又将水隐,说不清止,性不危险啊,哎,总结一句就是,行了,你现在自由了,也有地儿呆了,离我还这么近,晚上来串门啊,哼,完了之后呢,他就回去了,这一回头,就听后面有人叫,缓事通行,就是你慢着走,我跟你一起,哎, 这一回头,一回头谁,没了,那不用问了,下面就是则小倩一样,哎呦,我的天哪,各位,这他刚刚读到这个了斋全图的证文啊,行行行行嘛,那咱接着证文读吧,刚才说到哪儿啊,把这个小倩给安排妥当了,准备要回自己的书屋,这是一回头,这小倩再回来,嘿,哥哥,等一下,奴家,奴家跟你一起走啊, 心灵了一回头,啊,哦,又出来了,你跟我走着啊,你该脱上脱上去,这小倩不就是欢喜谢约吗,君信义,使死不足以报,请从归,结拜,孤张,孤张,好家伙,我给我说一下,这个孤张啊,他放在现在翻译过来,就是公公婆婆的意思啊,这个小倩,可以啊,这案是,这算是明事了啊,他意思就是,公子,你太讲信义了,你救了小女子我啊,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去报答你了,这要不我跟你去回去见见我的公公婆婆呢,哎,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以身相娶,我愿意做你媳妇啊,好家伙,这个弯罩子一般人都得愣一下,我刚才不就愣了一下吗,所以呢,带着视角啊,这个宁彩神一听,嗯,也得愣一下,我诡计他得愣好几下才反应过来,啊,哦,你是这个意思,可以想念这个时候说这话,这个小倩那个表情,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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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宁彩神,他的确是个正义女子啊,才仔细的去看看这个小倩到底什么模样啊,说是基硬刘侠,就他的肌肤很白,很光泽,刘侠嘛,是不是,足俏细碎,啊,这个就算了嘛,咱都是现代人啊,不喜欢小角,没那个姓,姓癖好,然后就白昼端相,娇艳有绝啊,就是好看就行了,当年的王祖先能不好看吗,现在好像得五十多岁了吧,快六十了吧,所以咱就别空想了,就照着王祖先去想就行了,对对对,不过我还得生命一点,我不行, 我喜欢董立范那样的,就咱回到故事啊,反正就是宁彩神一范,好看,这时候才开窍,是个不错的提议,然后就是随语句之斋中,主作少事,先入白母,就是先告诉他母亲,母亲听,啊,还有这种事,十宁七九一,这个宁彩神他有妻子啊,在圆州他有妻子的, 母亲他不说了吗,就是说这个事你先别声张啊,你媳妇,你正妻,在床上已经病很久了,你别把这个事告诉他,他一来气就直接过去了,说完就看这个小倩,缓缓而入,到了正厅往下一跪,婆婆在上,请受儿媳一拜,然后这个母亲,好家伙,真拜啊,这还说呢,儿飘然一身,那肯定得飘,我是个鬼吗,是不是, 当然了,他们可能没给老太太说他是鬼啊,你看他后面不说呢,远父母兄弟们,公子六五父,则被罚夫,怨轴击轴,以报高义,这个击轴就是夫妻的意思啊,过日子的调缩和过情,代指过日子的意思啊,这个母亲一开始有点慌啊,来得太突然了嘛,但是静下心来一瞧,嘿,这女儿啊,还挺可爱,还算不错,这在心里面才放下芥笛啊, 谁儿子娶个小媳妇,当老的不高兴啊,是不是,所以这不说了嘛,小娘子会无稳,老身喜不可以,但平生只此而用成抛絮啊,传统接代嘛,就这一个儿子,不敢利用鬼,哇,这个老太太他知道是这个鬼啊,就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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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指着儿子传统接代呢,你这却,你这么一个鬼,你能怀孕吗,小先生们不是说呢,能日就能怀,不是这个意思啊, 顺嘴了,顺嘴了,他的原意是,他的原意是,儿十五二斤,全向人记不见信于老母,轻易凶事,一高堂凤,成婚如何,所以他的原意就是,那要不行,我就当你的闺女,这公子就当我的兄长吧,这样就行了,就是好好孝敬你们,这个母亲一听,挺诚恳,真诚,也就是这么说了,那就这么着吧,但是有一点啊,晚上别出来吓人啊,小娘说,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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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得拜见一下嫂子,对不对,这个母亲, 请说,不行,不行,生病啊,你不要忘了,你是一个鬼啊,阴气这么弄,阴气这么重啊,不见最好,等你嫂子病好了再说吧,那小贱,那行吧,那只能这样啊,那咱说干就干,我先去做饭,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母亲大人,哎,这说是吵起吧,我就到厨房去干活了,自来熟啊,你看他不说了吗,你也记住厨下代母师庸啊,这个师庸就是烹饪的意思, 入房穿塔寺,熟居者,没拿自己当外人啊,你看这小贱,听的意思是吧,退而求其次,这岳母大人不同意,那咱先做个妹妹,这总可以吧,这毕竟是一父一母的妹妹,这还怕没有机会吗,同父母都不怕啥,安吉丽娜朱莉的对不对,这不亲子的吗,不在乎,一样玩啊,咱接着说,反正这个局已经摆好了,再往下,日暮,到了晚上,宁彩神,她的母亲还是害怕,必定是个鬼是不是, 虽然她这么说,但是内心啊,还是想让她走的,所以呢,就是晚上安排她睡觉的,但是不给她床住,说白了就是失败的,然后这个小贱也明白,你这没地儿睡觉不所谓,我是个鬼,不需要睡觉,主要是老太太这个暗示太明显了,咱也不是没皮没脸是不是,那不行,咱走吧,毕竟这个人鬼殊途啊,这个咱也可以理解这位母亲啊,她讲理,所以这个小贱就要走,走之前路过那个宁彩神的书斋啊,想进去再看看, 见自己有情人最后一面,但是又退回来了,就在门外面这么徘徊,你主要是不知道进去说啥,你说和你母亲把我跟娘走了,不合适,对不对,你要说我这就走了,不免一场离别的悲情,是不是,哎,正在外面瞅错的,正好里面的宁彩神看了她,嘿,小倩,在外面干嘛呢,这小倩,室内有剑气,哦,她不是怕离别的悲情啊,是因为之前那个宁彩的不是送给宁彩神一个剑吗, 专杀鬼用的,只要有鬼靠近方,方圆大概十米左右吧,自动出发,自动锁定,自动锁头,反正挺牛逼的,所以这个小倩不敢进啊,所以这个小倩不是说了吗,我是想见你啊,但是你那个太贱了,所以我这不敢见你,但是又想见你,所以宁彩说,哦,这样啊,那没事,我把这个剑放在其他屋,这下面不是说了吗,拿这个葛呢,取权踏实,然后女乃入,就如下作,遗食,殊不一语,久之啊,那个那个公子,夜独佛, 妾少送冷言经啊,冷言经,不都说这个冷言经是念给鬼听了吗,在这用上了,反正小倩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妾应该是念少送冷言经,就是我小时候读冷言经,现在呢,都忘了差不多了,你这肯定有啊,小夫,你叫我瞧瞧,这大半夜的,我这进来之后,这咱大眼瞪小眼,也没什么事干,是不是啊,哥哥,咱俩也不能一直在这闷着,你不感觉很无聊吗,我在这都坐了半天了,咱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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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等的,太无聊了, 你没点反应,所以我这不才想到小时候读的冷言经,你这要有的话,帮我找找,我读读看,兄长,你帮忙指正一下,纠正一下,才定一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哥哥,你要不明白他,我再提示一句啊,这个冷言经不冷言经的,我还不是太想看了, 我只是感觉咱俩在这傻作的,总得早点事做,如果在此时此刻,你有任何一件要做的事情,都比要读这个冷言经要重要的多,你只要说,我绝对配合,应和,甚至说帮忙,明白吧,哥哥,各位,我加戏了,加谈词了,甚至有点整活,我整,半天活就解释他那句,夜侠,救凶正直,特别是这个侠, 慢慢长一夜无心睡嘛,但是你再看这个宁采生,得了,给,冷言经,直接他妈送脸前来了,这个小姐,找这么快啊,那行吗,我看看啊,就这么无心翻页就这么看啊,就这么看看,看到二宫相近,眼门脚都快到十一点了,还没有要走的意思,这个宁采生,我妹妹啊,我甘妹妹,我看这个终点差不多了,你要不回你这窝睡觉去吧,然后这个小姐说,嗯, 嗯,你给我安排那个坟种啊,我一时间,我这睡不惯,然后宁采生,那那怎么办啊,我这书房啊,不是卧室啊,所以也没有床,供甘妹妹你去睡啊,何况咱是甘兄妹啊,你要在我这待时间长了,别人不得说闲话啊,屁呀,一个大人瓜子呼过去了,这小姐,你是不是傻,她娘子之前左暗示,右暗示,我就差没有撇开一次嘛,掰开给你看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脑子, 各位,咱照此说啊,小倩内心可能是这个态度啊,她哪个女的都这样啊,但是按语言铁说,这个小倩听她这么一说,哦,干哥哥干贝贝是不是,避嫌是不是啊,那行吗,这其实,说是眉贫促而欲提,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很伤感,有点要哭理一致,面如土色,然后足汪壮而懒不,就是往外 她走这个步伐啊,也很缓慢,很不情愿嘛,一不三回头呗,小女子恋恋不舍啊,带着盈盈的泪光嘛,缓不离去,出了门之后就消失了,她不是鬼吗,就再说这个宁采晨啊,她看着心里也不是自闻,她上面不说了吗,宁,切连直,只能在心里面表现这种,怜惜的心态吧,用人话说,就是她内心想,我也想日啊,不行啊,母亲她不让日,那怎么办, 只得就是装傻冲动,哎呀,各位,你还真别说,普通灵写这段故事,这一段啊,还真是意味盎然,是不是,不像咱之前读的其他的,直将,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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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她这个节奏把握全在情调上了,而不是在激情上了,是不是,咱接着说啊,到了第二天早晨啊,这个小倩又来服侍了她的母亲了,又是端盆,又是打水,给母亲又洗脸洗顶啥的,伺候了那叫一个全面啊,完了之后呢,就下场操作,就灌瓢盆,柴米油盐,酱醋茶,她都 拦过来了,那就一个情侶力啊,母亲看在眼里,那也是,哎,要不是鬼子好啊,哎呀,这一直忙到黄昏,这就告退了,这回去这道呢,肯定还得路过宁采臣那个书斋啊,哎呀,二话不说,进了书斋,抄起那个冷眼睛嘛,最后在读,那意思就是当宁采臣,她的陪读嘛,一直到宁采臣,她读书读累了,都睡着了,她又悄然离去,哎呀,这要真是个女人,那不逮着,是不是,上哪找这么体系的媳妇去,是不是,然后,哦,下面又提到一个仙世啊,这个事件进行实词, 在这先唠了听,这个话头再来往回听,说到这个宁采臣,她原来这个妻子,她不是重病在床啊,所以她不能做家务,累的是母亲啊,但是从这个小县来之后,母亲很安逸,内心呢,也是十分的感激,这时间一长啊,你想想,人呢,她都是有感情的嘛,离不开了,视为几处一半,甚至时间一长都忘了她是个鬼了,这咱经常说的,有人她是真不像人,但这个鬼在她家里面住着,太像个人了,这之前不是说不让她在家里面住吗,让她到晚上就回她的分头啊,现在呢, 算了,在家住,而且是流于同卧期 再往一说,女出来未尝食饮半年,见错西饭,叫她饭了,好家伙啊,就是说这个小倩慢慢变成人了,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小倩刚来的时候,她不吃饭,她是鬼嘛,然后过了半年,慢慢的能喝点西饭啊,这是好家伙,这是医学起义啊 母子间孽之,呼言其鬼,人意不知便意,无何宁其王,最终她的妻子病死了 母因有,就是母亲内心已经有享受小倩做儿媳的想法了,但是呢,还是有点害怕,她必定是个鬼嘛 小倩呢,也看出来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小倩你看,哎,机会来了,找了个当口就跟她母亲说 我母亲啊,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这点小心思,你肯定也知道,我之前就是为了不去害别人,所以才跟着公子一起回来的 没有其他的意思,而且公子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小女子实在是很钦佩啊,现在只是想帮助她 在人道拿个功名封个大官之类的,这样我在九泉之下啊,也显得很光彩啊 这母亲一听 没孩子,其他都不用说,就没孩子,你跟她在一起,能小孩吗 这边不是说了吗,子女为天所受,郎君祝福记有抗宗子三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公子我看了,他命里有三个光宗耀祖的儿子 不会因为娶了我这么一个鬼妻就断子,他的意思应该是,我不能生,到时候他还会娶小妾之类的吧 还是说,我也许能生啊,他没解释啊,反正母亲一听,行 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咱就这么着吧,回去给那个宁子,宁财神一说,这个宁财神一听,啊 这太高兴了,宁财神啊,这看起来憋了好几年了,是不是 然后下面应该就是举办婚礼了吧,应该他不说了吗,烈颜告妾亲戚啊 烈颜就是白眼啊,这一篇,是不过第二幕的一个例会的,想描绘啥的 这好多女人啊,傻傻的分不清哪个是小倩的,应该是红衣服的吧 那其他这些女子是干什么的 所以这个小倩是在这画画的,然后这些女子,烈颜告气嘛 所以这是宁财神他家的亲戚,我操,这下一幕还有高潮的剧情嘛 杀鬼的剧情,看到没有,这两个就贵 所以这个剑就是那个剑嘛,有点长嘛,它不是二寸嘛,不是二尺啊 总之这个鬼,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嘛,各位能看懂吗 好像是一个大鬼,逮着一个小鬼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刚才不说到这个结婚现场嘛 正是人鬼拜堂 言告想哪啊,什么华庄而出了,什么一堂进尺了,就参与婚礼的 这些亲戚朋友一看啊,没感觉到他是鬼啊,以为他是个仙的 因为毕竟拜堂的时候,他搅不着地嘛,他本是个鬼嘛 但是这种亲戚朋友一看,还以为他是个仙呢,仙气飘飘的 什么游戍不党,猪内眷,贤之之以赫,争败时之 女善化了为这一尺,不愁道,得着藏食 习,以为有种 反正就是挺好,这个婚礼举行的很成功啊 这不就正是人和鬼结婚了嘛 然后一日 辅警窗前,招唱做事 哎,这个开头我知道,这就要走了 按照葡萄林的笔触习惯,人和鬼,这个鬼如果是好的,这个狐狸精如果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就是拜拜 老公,不能在你身边待了,再待你得死 这天天逆拧,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你这赚便宜状态,再往下就是吃亏了 就是又反噬了,我也不想,但是我得走 当然这是我瞎猜的,咱还是看原体啊 他说,就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就问 那个之前那个葛囊在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箱子,装那个法界的箱子 你说,以亲未知,就宁才神秘说 因为,媳妇,你不是害怕那个吗 所以我就跟他放到其他房间了 反正离你越远越好呗 小倩,却受升起酒当不回 就是我现在不害怕了 因为我这不吃了你几年的精了吗 所以我这已达成人的血肉 哎,所以咱现在为了防外邪,还是给他拿出来挂床头吧 反正我现在不是邪了吗 避不了我,他避别外邪用 我说这个,不是瞎说 我这恰之一算 这三天之内,我之前不是认了一个鬼头子吗 我称他为姥姥的那个鬼头子 他估计得来找我 三日的心真正无情细 哦,他是说,这三天以来,我心里面不落地 就这个心情恍恍惚惚的 怕是之前那个姥姥,这几天就要来找我 是这个意思 宁才人一听,那不行啊 抓你抓你,把这个囊前给取出来 然后这个小剑你看,此剑仙将成人头遮也,必败之此不知杀人几何许 切尽使之机无利利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箱子立上了,看起来是装人头的 不知道装了多少人头了 我这看着都有点心虚 这个机无利利应该就是说起鸡皮疙瘩的意思啊 就是害怕的意思啊 然后说了就把这个箱子给挂起来了 到了第二天啊 右命一拳户上,就是挂在门上了 叶队主作,约宁,勿请,刹,有一物 如飞鸟舵,女精密夹木剑 宁侍之物如夜叉状 还真是个夜叉啊 说了它是店幕显示,闪闪,学,舟,拿,舟拿 闪闪,舟拿,而前 这个舟就是爪子的意思 拿应该是抓东西的意思 反正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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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拿应该就是张牙舞爪的意思吧 就是过了门之后 这个鬼头子陷了原形啊 就像一个夜叉似,扎压无扰就冲拿去了 但是走到他们这个门口,他不敢进了 在那溜了 应该是看到门上面有这么一个囊窃 一个葛囊呢 这个夜叉一看,诶,这什么东西啊 想上去去抓吗 就是四江抓猎了 结果不想这个囊啊 哼,隔然一想 大可和贵 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 揪夜叉住 生遂寄来 就那么快直接把这个夜叉给拿了 收了,吸了,吸进去了 然后这个囊啊,一顿缩如故 宁害叉女一出大喜悦 无恙否 这个宁才是,没事没事 就是下了不清 然后共事囊中清水树斗而已 这个夜叉收到这个囊里面化为清水了 好家伙,人有带啊 阴阳二级瓶啊 直接把这个鬼头子给画了 这个鬼头应该就是之前那个老老 是不是 反正这场算是有惊无险 幸好这个小倩 小判 小 小倩他有预判 所以再往后过了数年 宁果登进时 举一男 啊 举一男 在这举就是生的意思 等一下 那倩后又各生一男 也就是说这上面的举一男 就是生一男 就是小倩他生了一个男孩 再加上两个小倩 整好三个 最后又不是 接世界有生吗 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小倩 他怎么给他生了儿子 他不是个鬼吗 真是跟男人在一起 时间久了 从祖六妹 血肉养成 完完全下成了一个女人啊 这太穿神了 现在行吧 反正就这么一篇 聂小倩 请注意啊 这不是欠女幽魂啊 欠女幽魂那个电影 那是改编 这是聂小倩 了斋原著 这个全部举行 好家伙 没办法再往下读了 这一篇 加上前面残缺的篇幅 确实不短啊 我这看字录了 快四十分钟了 加上后期 肯定四十多分钟 接近五十分钟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 行呢 那因为时间原因 咱只能先结束了 反正这一篇呢 怎么说呢 也没什么可说的 人是个好人 鬼是个好鬼 三观超正 结局还是个大圆满 你说七人没 这他们小倩 是不错 挺好啊 人和鬼生儿子 你到哪里去 这就是一则 理想的故事 只不过我就一个问题 之前那个姓燕 那是什么意思 它的存在是什么意义 帮着宁采臣 不是 你看原著就知道 它怕不是和那个 姥姥鬼啊 里外打配合 在这玩仙人跳 它就绝对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武器 把隔壁那一群鬼 全给灭了 结果它是在这住 貌似招揽路过的书生 在这个寺院住 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它和那个姥姥 同流合物 一求之河 还有一个作证啊 这个聂小倩 给他说 你就找那个姓燕的 跟他在一起 就没事 这小倩 他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两边通好气的 他才知道 隔壁有这么一个托 是不是 而且他知道 这个托 他肯定是懂阴阳法术的 所以才给自己的 有情人 宁采臣 露这个条 你就跟他在一起 而且宁采臣 找这个姓燕的时候 他还不怎么情愿呢 是不是 是宁采臣 硬天着他 才保日日命 完了之后 可能经过这一道 这个姓燕的 也良心发现了 不能再干这么 丧良心事 算了 这个宝物给你吧 我就走了 是不是这个理啊 各位 还有个 比较有力的佐证 你看完了之后 这个宁采臣 他不是要拜 这个姓燕的为师吗 他说宁 宁与从授其数 但是你看这个姓燕的 怎么回答 如君信一刚正 可以为辞 然 君有富贵中 也非辞到中人 刚开始 我读这一句 我没看懂啊 你这么一分析 他这个反应就正常 就是个姓燕的 我在这干啥的 你都没闹明白 跟我学道书没毛病 问题是 我不是个正经道士 我这是他娘和鬼子 这打配合 玩仙人跳呢 你算了吧 你为人刚正 咱不是一路人啊 拜拜 拜拜 这不就讲述通了吗 是不是 各位 还有就是他送给宁采臣 那个囊妾 后来小倩怎么说 此剑先将成人头者 我不知道杀人几何许 这说明这个剑客 在这之前可没干什么好事 本来就是以杀人为生 因为他那么劲 不知道舔了多少人 写了 自带打负 后来遇到这个姥姥嘛 一排井河 你在阴我在阳 这个破四庙作为根据地 就在这打窝了 咱就等于来吃神了 人头够了 一手网 其活 互助互利嘛 直到见到这个宁采臣 他才感觉自己太不是个玩意了 才决定 携手不干了 差不多是这么个货 当然了 这个词变没说 我瞎猜的 另外就是吐槽一下这个了斋啊 对这个鬼的设定挺迷的 这些鬼啊 狐狸精的他本是灵体吗 他是肉体养成修真 还是修因果 从头人胎在座人 咱通常理解是后者 但是他这个故事 好像更偏于前者 但是肉体养成 这个太玄幻了 他这个掌握 这个知识的维度 远远要比 从头人胎 操作因果要高得多 所以说不是说不可能 就是太玄了 在严谨的分析 如果这个小倩 最后真为这个宁采臣 生个孩子 那他得掌握什么样的知识 咱通常理解了 密宗三脉清伦 道家三魂七魄 整个人体的奇经罢卖 就是皇帝宁宁那一套 他肯定门清 而且这只不过算是入门啊 还有得掌握咱物质的 原子猎虚 什么亚原子 粒子 质子 物质从构嘛 是不是啊 从组肉体嘛 对不对 复杂很啊 掌握这么高超的知识 就为了给宁采臣生孩子 你不开玩笑吗 掌握这个都成半神了 所以呢 咱就当故事来听 毕丽这个小倩 从人性来讲 是男人没有不喜欢的 只不过再来问一句 这个宁采臣 他的正气啊 卧便在床那一位嘛 怎么使死的这个 时机这么 恰到好处呢 我只是问一句 没别的意思 你他妈都能从鬼 做到生孩子的地步 你不能救他妻子一命吗 我就问能不能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狼肉 这里是普通的感谢 我就敢说系列 感谢你的关注 这已经然到了 第三十多期了 我得用 所以在这个进度还在的 得感谢你的支持 一个长期的关注 请保持你对我的兴趣 咱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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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